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的粉丝团呼吁大家存好钱 接种疫苗 尽管王一博粉丝们最期待的8月还没有到来 但时间已经临近 很多粉丝已经开始抢购 这就是嘻哈第五季的门票了 只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 以王一博在嘻哈界的标志性风格 然而 一切都还没有开始 嘻哈权威还没有决定 今年是否允许粉丝进入场地 尽管如此 已经有几位黄牛开始售卖嘻哈门票 其中一些甚至威胁要支付特定金额 一旦嘻哈文化准备好迎接观众 毫无疑问 他将能够成功地将门票卖给忠实的追随者 王一博官方粉丝组织也提前给大家做好了防范 以减少被广大粉丝误导的可能性 真心希望大家不要搞这样的交易 也请大家提防上当受骗 如果你想看到王一博 可能有更好的频道或下载供你使用 明亮通风的环境 很抱歉宣布这一点 但官方的王一博粉丝组织也对这将如何影响每个人的钱包感到非常不安 同样 鉴于王一博下半年要上映大量电影 粉丝团也提前给大家做好了防范 防止不诚信的营销号造谣 粉丝为了筹集票房资金 告诉粉丝这个特殊的方面永远不会发生 这样做事在预料到王一博将在下半年推出大量电影 行动 说实话 一些流量不高的演员的粉丝社区 如果他主演的电影要上映 粉丝社区确实会用募资的方式 但是太模糊了 没人关注 但王一博不一样 因为这是他自己独有的背景故事 有太多人盯着一个男人 他的包被弄脏或清洁后可能会成为热搜的对象 不能指望粉丝们一边看清浪行动的名字 一边在台后搞这种兴致的行为 另外 王一博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实力和流量 也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行动 这是一些不爱上网 误以为自己有这种需求的粉丝的评论 提醒他们王一博的官方粉丝团是不会做这种事的 被公认为娱乐圈最有才华的演员之一的王一博的存在 是绝大多数人无法忍受的 很多人都在期待他的堕落 但他是那种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无论如何都追随自己内心的人 一步步 这种粉丝获得任何好处 当心 下半年 王一博将播出他的许多节目和电影 粉丝数量可能会最多 他们不仅想亲眼见到王一博 更希望自己的才华能在票房上取得成功 这也是他在娱乐圈 特别是影视界的地位 是否可以实现可靠的性能 另一方面 大家也要对王一博粉丝团的力量有信心 单单从每一次拉大数据来看 王一博的带货能力是别人从来不落后的 就可以看出机车姐妹们肯定不是吃素的 而且数量不止一分 看王一博 没必要去见多识广的黄牛 因为总会有下一次 大家都期待着看王一博导演的电影 兴奋感还需要一段时间 无需担心售出的门票数量 很期待王一博的嘻哈和电影 希望他的所有粉丝都能保住自己的小钱 近五千万人看过《无名预告》 王一博的影视制作公司蒸蒸日上 这就是街舞刚开播的时候 王一博人气暴涨 连续三年担任嘻哈对长 前两季节目大获成功 让大家翘首以盼下一个王一博一博表演 王一博当时在这就是街舞中的表现 值得一看 王一博发展的三个方面都被寄予厚望 很难说哪一个发展最快 王一博是最让人期待的 但无论如何他都能给大家惊喜 王一博的发展 或许可以从已经公布的这就是街舞节目的阵容和播出时间看出 王一博的影视剧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新消息 王一博入团时间长 连续拍摄了多部电影 每一部都是极其重要的制作 所以拍摄过程非常私密 此外 无明是在拍完戏前推出的官方博客 只发布了30秒的预告片 尽管又一部《长空之王》完成了 但官博上并没有公布 这部电影的30秒预告片已经被观看了5000万次 尽管这部电影只有一个预告片 从数据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大众对这部电影的寄予厚望的程度 无明的阵容值得期待 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让人印象深刻 演员梁朝伟、周迅、王春军等人人都知道 他们都是备受推崇的艺人 所以他们的作品可能是预期的 是多种因素的结果 虽然只有30秒的预告 但无明却为公众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也展示了王一博和王传军的对立策略 预告片中王一博用上海话说话的时候 听上去很真实 他的家乡是河南 王一博一直都是利用这个机会 尽可能的宣传 王一博应该专门为这部电影花时间学习上海话 如果你是王一博作品的粉丝 你一定会想看看他的最新作品 这对同一个人的描绘有很多对比 这部电视剧《冰玉火》其实早就完成了 只是审核和后期制作过程需要额外的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优酷播出的节目 显示《冰玉火》还在距离完成 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夏季可以说是跳过这部剧的更好时机 但制作质量和演员阵容值得等待 如果它在任何时候播出 我觉得它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王一博现在的发展是空前的 事实上 王一博自从成名以来 并没有做过太多的项目 长期以来 一些王一博所谓的粉丝都觉得 王一博的策划是个大问题 对王一博来说 其实是一种积累 他合作的资源在这个时候特别优质 这让人们对王一博的表演充满期待 也期待他的作品早日上线 王一博流量真实 热身话题不断 这是嘻哈的官宣 暑假终于到了 王一博的活动也随之而来 近期对UNIQ王一博的热搜 与其说是寻找王一博 不如说是为了造势 嘻哈第五季的官方首播日期刚刚揭晓 王一博的回归无疑是最受大众关注的话题 由于王一博的出现 源源不断的各界人士 包括赞成发展的和不赞成发展的 都开始出现 可见 王一博获得的流量极少且真实 回顾过去几年在娱乐圈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正经历着这个行业转型最梦幻的时期 世界上有很多有创造力的人突然失去了家园 毁了他们的汽车 内部娱乐是促成后交通时代开始的另一个因素 这正是标志着冰冻时代的开始 毫无疑问 王一博是后流量时代最后一颗闪亮的明星 人们认为他终于赶上了末班车 但同时也标志着娱乐新时代的开始 因为他足够新潮 前主播的名字一提到就会被骂骂咧咧 但是 这实际上并不能让流量对得起他的力量 而且浪费了太多太多的流量 然而 纵观最近几年 我们对王一博的看法开始发生转变 我们从他身上更多看到的是 他的实力大于他的流量 他的人气和人气比他的流量更有说服力 首先 娱乐界的氛围已经发生了变化 王一博十九年爆红后 泡了八天八夜 让他措手不及 他总共经历了八次这个过程 好运和坏运都是相互依存的 经过这样的深入挖掘 我们终于能够窥见更真实的一面 2020年疫情的爆发带来了内部娱乐性质的转变 娱乐也进入了停滞期 为新的辉煌时代铺平了道路 整改 二是威力非凡 流量为福 王一博负责整顿大风 开启了属于他的时代 由于他的努力 流量被重新引导到合适的位置 他将运动圈扩大到包括西哈 滑板和摩托车等运动 因此 公众的心更容易接受积极的生活方式选择 毫无疑问 王一博和西哈的存在归功于这 就是西哈第三季 王一博参加春晚 元宵晚会等主流晚会 正式开启主流引导风格 需要引用需要引用 王一博得到了根正秒红的帮助 他的整个童年都在公众事业中度过 他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 在Z世代的背景下 他具备了年轻人的特质 我们所有的爱 坚韧和注意力都指向他 误化了 三 既原创又实用 王一博表演的舞台 极具个性和个人审美 他通过带出西哈来展示自己的专业 通过带出滑板来展示他对滑板的热情 还有一种时尚的表达方式 比如香奈儿走在世界上 还有那些穿在脚上的鞋子和那些穿在上身的衣服 他是一个独创的思想家 语气圆润 这一切都助长了他的商业价值的燃烧 普通大众的名声和路过的人对他的宣传 既准确又值得信赖 最重要的是 王一博只做他做的事 而不是说话在大事上用自己的风格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这比他只做他做的事更值得赞赏 关于棉花丑闻 国家利益以及国家自身的利益都是优先考虑的 在与摩托车发生事故后 他迅速指挥支持者并展示了体育精神 在家乡进行的救援行动中 他不遗余力地捐款捐物 甚至亲自参与了救援行动 一方面 能够有效地表达他们 所有三种观点的人将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可 第四条建议是通过你的作品和你的力量来传达你是谁 我们看到王一博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 他走红之后以热播剧为主 我们看到是这样的 冰玉与火的成员扮演了一名特警 特别是缉毒人员的角色 为何防暴队精锐部队 无名地下工作者 理想照耀中国革命烈士蒋仙云 天空之王王牌飞行员 教学老师来自我和我的青春和温暖 一个追求梦想的街头舞者 在大量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散发出令人愉悦的社交氛围的形象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个人义务和职责 以及从长远来看对他的期望 王一博的流量很真实 一点都不假 所以很多人喜欢搭他的人气 说了这么多 一句话总结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大众才会如此喜欢他 嗯 说了这么多 一句话总结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大众才会如此喜欢他 如果他的幕后资金充足 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越过他爬高 也不会被现在这么多的网络营销号贬值 王一博的名气最近又回升了 这可能是因为嘻哈综艺第五季八月开播 而王一博的部分作品也将在这一季播出 随着剧院的开幕 电影编排工作现在可以开始了 我会提前通知你的 来点热度 总而言之 你不用逗留太久 因为 看王一博的现场表演 才是嘻哈的巅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